早上來的時候是發現那個春蓮被撕掉 然後就把它拎回去 然後後來就是到這邊才看到說黑板被亂化 才發現說這個是有人惡意做的 所以就是有跟同仁說 然後就是有大家是希望說跟警察報案 就是這邊本來是有貼春蓮 然後就被撕下來 這裡本來是有春蓮 然後這個也是有脫落 還有本來這邊有貼這個字 紙章也是被丟到裡面去 就是主要是這對紙類的都會被撕掉 跟門口的春蓮一樣都是被撕掉的 警方釣葉最近監視器在破例查證當中 那也對現場有的電話在查證當中 那些電話都是哪裡的啊 目前有一些是亂流的機關電話 以及私人店家的電話 那我們也在一一查證過例中 就不會再用來吧 就不會再用來看 我們先用來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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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